本地新私宅销量连续下跌后 三月份的交易量大幅回升 共卖出了843个单位 比二月增加1.8倍 市区重建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三月份卖出的新私宅有843个单位 比二月份卖出的303个单位翻了将近一倍 这个数量也是自去年7月以来最多的 市场人士相信 接下来几个月私宅交易将增加 原因是一般上第二季是新私宅 推出市场的主要季节 由于在高文 花拉公园和大巴窑 将有新产业项目推出市场 产业分析师预计 这些项目将推高第二季的私宅销售量 此外 随着新私宅销量的上升 需求量将给予价格支撑的力量 预料这将促使私宅价格下滑幅度减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